天气越来越热,特别适合吃一些凉拌菜 土豆咱们在家里经常都是炒着吃 或者说把土豆切成块去烧肉 很少有家人们做凉拌的做法 大家好,我是爱做菜的猪厨 那么今天我就为大家分享凉拌土司的做法 土豆要选择这种黄心土豆 这种土豆吃在这里面口感特别好 像这种圆形的土豆在切的时候不好切 咱们先找到土豆比较平均的一面 先切上个两三刀 这样这一面比较平整 放在砖板上去切的话 它不会来费的滚动 先把土豆切成片 切成像这个一枚硬币的厚度 然后再改刀切成丝 切成像火柴杆一样的粗细度 火柴杆一样的粗细度 就是土豆丝的一个标准切法 把切好的土豆片摊平再去改刀 这样切的话比较容易切 切好的土豆丝一定要放在凉水中 给它泡一下 再加入少许的白醋 这样可以防止土豆丝氧化变黑 土豆丝加入白醋 更加的清脆爽口 红椒直接改刀切成细丝 来搭配颜色 能吃辣的朋友可以放一些小米辣 香菜直接切成小段备用 做这道凉拌土豆丝 一定少不了大蒜 大蒜咱们直接先用刀背给它拍散 再把大蒜切成蒜末 放入碗中备用 这道凉拌土豆丝想要做的好吃 一定要学费这个淋粉的料汁 咱们往碗中加入少许的干辣椒 能吃辣的朋友可以多放一些 点火起锅烧油 咱们先把油温给它烧制一个五成热的油温 五成热的油温大概是150-60度 把油烧制微微的冒烟就可以了 热油浇在大蒜和干辣椒上面 激发出一个蒜香味 把辣椒也给它炸香 紧接着咱们开始调味 先放入两勺的生抽 生抽可以起到一个提鲜的作用 然后再加入两勺的香醋 这个香醋和生抽的比例是一比一 再来上一丢丢的白糖提鲜 少许的盐 少许的味精 然后把这个料汁搅拌均匀 那么咱们这个淋粉的凉拌料汁就调好了 特别的简单 这个料汁可以拌很多的凉菜 像拌个土豆丝 拌个黄瓜 拌个木耳 拌个洋葱都可以做 下一步咱们开始烫土豆丝 锅中加入适量的水 把水烧开 水完全烧开之后 再把刚刚切好的土豆丝 放入锅中给它焯烫一下 烫多长时间 咱们可以观察锅里的水 锅里的水如果说快要烧开的话 这个时候就可以关火了 把土豆丝给它捞出来 锅里面可以少加一些白醋去焯烫 这样烫出来土豆丝更加清脆爽口 土豆丝捞出来之后 迅速的放在凉水中给它过凉 咱们这个水要用凉白开水 或者说纯净水都可以 做制的凉拌酸辣土豆丝 土豆丝焯完水之后 一定要把它过凉水 过凉之后咱们用手把土豆丝的水分给它挤出来 尽量的把水分挤干 这样咱们的拌的时候它才好吃 再把刚刚调好的料汁倒进土豆丝里面 给它搅拌一下把它拌均匀 最后再放入刚刚咱们切好的香菜 再来一点小末香油 再一次的简单的超拌一下 那么咱们这个凉拌酸辣土丝就做好了 做法非常简单 而且特别下饭的一道家常菜 视频看到这里的朋友赶快动手做起来吧 喜欢的话请记得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咱们下期再见